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週二 在華盛頓觀察廣播節目上 強調中共病毒來自武漢 他批評中共隱瞞疫情 使人們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 而傷害最大的是中國民眾 蓬佩奧強調 中共病毒來自武漢 反駁日前中共試圖混淆病毒來源地的說法 蓬佩奧透露 美國將派專機和軍用飛機 將秘魯和其他地區的僑民接回美國 他表示 受中共傷害最大的是中國民眾 蓬佩奧說 中國民眾意識到中共隱瞞疫情 並將追究反饋的責任 中共散播假信息 是想要轉移焦點 對主持人提出的中共不等於中國民眾的說法 蓬佩奧表示贊同 蓬佩奧最後表示 災難過去 全世界人將會看到 擁有自由和民主 並相信權利來自於神的制度 才是最有效的 新唐人記者畢心慈上鏡 綜合報導